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作者王萌 这样说并不是说你一生没有朋友,没有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这样的友人第一不是绝对的,不是黑社会小集团,不是亡命图的结合 就是说他不应该具有一种排他性 今天我们意见一致,我们尽量合作 明天意见不一,或者你突然觉得与我一道做事有某种不变之处 自可各行其道,绝不反目成仇 你此一点上与我一致,故能相合相助,这当然好 另一点上,与我处境不同,角度不同,故而与我不一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比如,你有你的经验,你认定了A先生的品质恶劣难与相处 因之,你选择了与A远远拉开距离的态度 他或他,由于实力不支,由于在A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由于有求于A,便去向A讨好靠拢 你怎么办呢? 因此,你就认定他或他背叛了与你的友谊了吗? 因此,你就与他或他断交了吗? 我看,大可不必 好的办法,是对此种情势你可以心中有数 可以避免在与他或他的交往合作中过多的谈及A的问题 同时,看到人各有情况,人各有智,人各有方法 杀猪捅屁股,各有各的门道 剃头使锥子,一个师父一个传授 鹰有鹰的道,蛇有蛇的道 你为什么要强求别人与你的选择绝对一致呢? 记住,人际关系永远是双向的相互的 你要求人家事事跟着你 你就得事事维护人家 让人家为了你的利益而不怕牺牲 哪怕是一时放弃自己的利益 那么,你就必须有为了人家的利益而不惜得罪你 不想得罪的人的思想准备 你不能承担的义务 最好不要要求别人为你而承担 你不想做牺牲 最好不要动辄让别人为你做出 尤其是一些自作聪明而又极不正派的人 最最感兴趣的就是让别人为自己冲杀 为自己与对手缠住不松手 自己隐蔽在背后冲好人 其实,这都是一厢情愿的鬼算盘 最后,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仍然是自己 再如,你希望一些人对你恭恭敬敬,五体投地 那么,你对旁人能不能先仁后己 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呢? 人际关系又永远是可变的 不羁的 今天秘里调游 明天也可能出现裂缝 今天配合默契 明天也可能三心二意 与旁人的关系好 固然可喜 出现了裂痕 出现了困惑 出现了猜疑 也不必痛心疾首 更不要急火攻心 气急败坏 而大可复之一笑 视为自然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宴席 好来好散 君子之交也 这里说的是不要搞小圈子 这一个词就是说不结盟 其次,一个经验是不要投靠 我的态度是 我尊重每一位领导 但是不投靠 我善待每一个朋友 但是不拉帮结派 在一个人质色彩 尚未绝技的社会里 与领导的关系 给领导的印象至关重要 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这方面稍稍做得过一点 就会成为 奴言必欺 刘夕拍马 为正人君子 所不齿 这首先是一个形象问题 而一个形象恶劣的人的成功 必然为自己形象所制约 这是其一 其二 投靠者也能给投机取巧者 带来某种利益 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第一显示站错了队 你不正派 而能够投靠成功 正说明 你所投靠的那位人物 也不够正派 至少是不够严格 你的与之俱荣的希望 也可能最后产生的 是与之俱损的结果 所有的不正派的人际关系 都可能遭到负匪 遭到批评 遭到弹劾 遭到查处 遭到恶报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这也是一个方面 你的不正派的做法 必然会付出不轻的代价 其三 你投靠A 他投靠B 于是你成了A的人 他成了B的狗 当权势者变A为B的时候 你的下场如何 还用问吗 树导无孙散 当A或栽导 或退下以后 你的除了投靠 别无常计的处境 还能有什么好结局吗 其四 你把学问经历 都用在与别人结党营私 或投靠权势上了 你的宝贵时间 花在南登大雅之堂上头了 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支付在处理这些 不正派的关系 所面临的巨大心理压力上了 你还能有多少真本事 你还能有多少健康和长寿呢 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正常的 对于旁人的尊重和善意 与不正派的投靠和拉拢的区别界限 何在呢 这里第一是道德原则 你的所有尊重和善意 是合乎道德的吗 第二 是良知原则 你的哪怕是讨好你的老板 你的上司 你的部署 你的朋友的做法 有没有令你的良知 感到不安的东西呢 第三是合法原则 你对某某人好 你的好 有没有与法律准则相违背的东西呢 第四 是公开原则 你与某某关系好 你敢不敢公开承认 你们友好的知己关系吗 这就是说 你的人际关系的各种细节 有没有不可告人之处呢 第五 是尊严原则 你是怎么样来尊重旁人和失惠于旁人的 你是否在人际关系中维护了自己和对方的尊严呢 你与旁人的关系中 有没有有属于自己的人格 或他人的人格的行为语言呢 最后是 不苟树敌 不苟斗原则 力图自己有良好的人缘 力图得到更多的人的好感 这是可以理解 也可以允许的 但是 动不动拿旁人的人当对立面 动不动人前人后攻击旁人 传播对旁人不利的流言蜚语 乃至动不动打报告 写告状信 煽动一些人 为你冲锋斗争 则是不可取的 应该说 那是可恶的 下流的 可耻的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有人与你意见不一致 想法不一致 这是很普通 很正常的事 不一定就是你的敌手对手 而你如果采取一种 恶棍式的 至少是杠头式的态度 如果你好斗 动辄气急败坏 美事必争 神经兮兮 你收获的也只能是 批评 反感 反击 厌恶 孤立 绝望 天怒人怨 而又是怨天尤人 叫做六月的韭菜 臭一阶